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罗列 一群联邦公务员拿着卡片 在政府办公楼外边走边喊 没薪水就没安宁 美国政府员工总会主席麦庄生表示 有些公务员已经打算另找出路 否则就没钱过日子 在佛罗里达机场负责安检的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人员 选择告病假的方式不上班 导致有个行站楼被迫在乘客较多的周末关闭 以防范发生安检疏漏的问题 迈阿密航空局官员格雷格勤表示 如果政府机关继续停摆 安检人员不来上班 他们就必须再关闭 有几个出入境登记门的航站楼 另外在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 当局为联邦机关职员安排短期借贷 解决燃眉之急 麦克查普曼是联邦监狱局职员 他希望政府离的官员 能够以联邦机关职员为重 别要他们连老本也赔上了 也有一些机场用其他方式帮助联邦机关职员 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兹宝国级机场 就为运输安全局的员工提供免费午饭 艰难时刻见温情 位于克罗拉多的洛基实务库 同样为经济状况抓金剑轴的联邦职员准备食物 洛基实务库行销专员凯特·班内特表示 如今洛基实务库的访客75%都是薪水没着落 或是留职停薪的联邦职员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性 感谢观看